伊斯兰国组织发出的最后通牒已经过去 约旦政府没有按照伊斯兰国组织的要求 释放女囚犯来交换人质 被劫持的约旦飞行员和日本人质情况依旧不明 不过日本政府还是强调将继续和约旦政府紧密合作 争取救出人质 日本政府表示 尽管约旦政府没有在星期四日落之前 释放涉及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女囚犯 以换取被劫的约旦飞行员 但是有关人质交换的事宜还在进行当中 被劫持的日本记者后腾建案的处境依然严峻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 由于约旦国内近来接连爆发 有关人质事件的示威游行 因此呼吁在约旦的日本人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 同时要求约旦政府加强日本使领馆的保安 在这同时 被劫日本人质后腾建二的妻子 首次在危机发生后对外界谈话 她呼吁日本和约旦政府 能够理解家属的心情 尽快完成人质交换 解救她的丈夫和约旦飞行员 感谢观看